最近我在研究游戏掌机 想玩点经典老游戏 比如FC、超刃、MD、街机、PS之类的 没想到现在可选择的太多了 我都挑花眼了 各种芯片、各种品牌、各种产品 价格差别也很大 我感觉比之前的手机圈还复杂 而且迭代更新速度还特别快 这个视频我就说说我是怎么选的 我不是掌机圈里人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 欢迎大家扶证 友情提示 Switch、Win和PC掌机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好 我先说价格 我主要看到了两个价位 一个是200到500之间 可以玩到PSP以下的主机游戏 比如8位级、16位级、街机、PS一代 和一部分的PSP游戏 还有一个就是1000元左右 可以玩到PSP、3DS游戏 还有一部分的PSR游戏 好 第二条 能玩哪些游戏 能玩到多少分辨率 多少帧率 主要得看芯片 500元以内的掌机 用的一般都是RK3566 这个芯片是4核的 22纳米 2020年发布的 还有就是全制的H700 这也是4核的 28纳米 2021年发布的 第二类芯片是1000元价位的掌机 比如紫光的T820 这是8核的 8G运存 128G存储 6纳米 2022年上市 还有紫光的T618 这也是8核的 4G运存 128G存储 12纳米 2019年上市 还有联发科的G99 这也是8核的 6G运存 128G存储 6纳米 2022年上市 这两类芯片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做选择 好 下一条 我们还可以通过屏幕比例来筛选 有三种 第一个是4比3的 之前的老游戏 不管是家用机还是街机 用的都是显现管的电视 推荐4比3比例的屏幕 第二类 16比9 从PSP开始 屏幕就是16比9的了 但是16比9的屏幕玩4比3的游戏 两侧会有黑边 还有一种是1比1 也就是正方形 玩4比3和16比9都有黑边 但是如果玩NDS或者3DS 正方形是比较好的 下面说屏幕尺寸 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3.5英寸和4英寸的屏幕 我感觉有点小 但是这种掌机的个头也小 也很轻便 出门塞口袋里无压力 我看到也有5寸或者5.5英寸 甚至更大的屏幕 这种屏幕玩游戏更爽 但是便携性差点 我们可以参考Switch OLED游戏机 它是7英寸的 下面是电池 一般都是3000毫安到5500毫安之间 续航基本上都是标称的7到8个小时 但具体也得看游戏 如果玩老游戏或者GBA游戏 那估计能撑过10个小时 但如果玩PSR游戏估计也就两个小时 甚至都不到 下面说是品牌 我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周哥和老张 我感觉周哥的营销做的挺好 产品线丰富 更新迭代快 老张感觉有点偏技术思维 他们各有各的粉丝 我看海外自媒体很多都是周哥家的掌机 国内自媒体也是他们家的掌机视频比较多 另外掌机还有很多其他功能 比如投屏、震动、可以接蓝牙手柄、霍尔摇杆、机械微动、六轴陀螺仪、快充、金属外壳、散热风扇、电脑串流、氛围灯等等等等 那具体该怎么选呢? 像这些掌机玩老游戏都是通过软件模拟来实现的 虽然模拟内核在不断的更新和优化 但仍然需要硬件的性能做支撑 具体怎么选 先要问自己是否需要玩PS2战神或者3DS这类的游戏 如果是那就选1000价位左右的 这个价位要注意几乎都有风扇 也就意味着有噪音 发热比较大 另外还有更大的电池 更短的续航 掌机会更大更重 这些都是为了玩PS2战神付出的代价 另外还要问自己主玩PSP游戏吗? 如果是就别选4比3的屏幕 选个16比9的 带摇杆的 另外不要选500元以内价位的 因为模拟PSP也是比较吃性能的 那具体我选哪个呢? 这个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因为我有PS5游戏机 有Switch 也有高性能PC 所以我不缺高性能游戏 我买游戏掌机 首先得选一个颜值高的 软件好用方便的 做工用料品控都好点的 入学直接逼 我看了很多机器 比如GKD的mini Plus 用的是RK3566芯片 但是它那个按键在下面 可能不习惯 我还看了RG35XXH 用的是H700的芯片 那个屏幕是3.5寸的 可能有点小吧 我还看了独角兽A1 用的是联发科G99芯片 我主玩PSP之前的游戏 这个可能不太合适 我还看了RG Cube 它用的是紫光T820的芯片 那个白色的我很喜欢 但都说屏幕露光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到完美的产品 我还看了RG556 用的也是紫光T820 这款各方面都很好 5.5寸的屏幕也很大 可惜是16比9的 另外它的电池是5500毫安 这个可能违背我当时的初衷了 另外还有RG405M 用的是紫光T618芯片 这个掌机发布一年多了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了吧 这个就是有点老 另外最近我还看见有一个RG40XXH 这个还没发布 只看了官宣视频 那个外观我也很喜欢 用的是H700芯片 具体等发售吧 截止到目前 我发现的每个机器都是不完美的 除了钱之外 也都有缺点 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满足自己需求就好了 产品的缺点未必是你需要的 像我们买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为了怀旧 买一个能装满情怀的机器 喜欢这些东西的大部分都是老玩家了 年龄也比较大了 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经历玩这些掌机 这些游戏 哦对了 我还想问下大家 如果不想折腾 哪家的系统更好用 更方便 更省心 更完善 还请懂得老哥们给说说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算是给比我还小白的小白参考 再见